哦真的很难耶 亲手做花生酱蛋卷 民众党立委高宏安 请跑新竹跟在地人拔钢筋 却传出 柯文哲私下跟人说 高宏安来台北选比较好 柯文哲市长并没有跟我讨论过 这一类的规划 那同时我也没有听说过 党内在讨论 那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我自己还是比较聚焦在 立法院的问证上 以及相关的一些选民服务 会传出这说法 就是因为高宏安30号到北市府见席 原来是为了备战新竹市长选举 但民进党议员梁文杰说 其实是柯文哲认为黄珊珊选不上 因为黄珊珊从政太久 已经被定型 柯文哲认为素人美女牌比较好 所以高宏安机会较大 我觉得这是很口水的题目 所以不用回答 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每天想这些 你很坚定就没有什么人可以挑拨 黄珊珊冷处理继续压子滑水 不但以副市长身份 出席各项市政活动 民众党内也透露 黄珊珊在疫情趋缓后 依旧很关心之前的重灾区 令当地人印象深刻 而高宏安也准备接下 民众党新竹市党部主委 没理由来选首都市长 民进党内部派系的斗争或是矛盾的议题 我们认为梁议员其实可以把心思更多的放在这些事情上面 而并不是一天到晚想要用一些过时的劳梗 试图来制造其他政党内部的矛盾 民众党挑起柯文哲的接班人之争 民众党予以反击 2022争霸首都 绿白先打心理战 TVBS新闻终于轮廷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